大家好,我是SR Software的Mr.Lock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一模性政府给一个过渡期6个月 而这个过渡期6个月是给 不只是8月1号的那个 第一批的一模性的 公司,他也是给第2批 明年1月1号,2025年,第2批的那个一模性的 商家 也给第3批,最会批的是明年7月1号 2025年的第3批的那个商家 所以每一个每一批的商家都会有一个6个月的过渡期 这样 AutoCAL系统是怎么样 去handle这个6个月的过渡期 就让我讲解给大家知道 OK,AutoCAL其实是很简单去handle这个6个月的过渡期 就在这个Tools option 然后来到这个Contract and Tax 这个Invoice 这边他多了这个Inderim Relaxation Until 你可以 放你的那个日期 你要6个月过渡期 如果你只是要过渡期到 9月尾 这样你就放9月尾 你改了9月尾过后 你所开的所有的Invoice 当你开 新的Invoice的时候 我们会强制性 让它变成Consolidator 你会发觉在Edit这里 多了这个Column 这个Column叫做 Consolidated Invoice 也就是讲 强制性 Consolidated Invoice 让我来做一个 你看这个Standard Invoice的客户有这个T number的 当我 save了这个 Transaction过后 Get approved 你会发觉它是还没有submit的 还没有submit的 所以等到你 下个月 7号之前你必须要跑这个Invoice Consolidated Invoice 然后去New 这边你只需要填那个日期 然后你要Consolidated 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Invoice还是Casus 然后到时候它就会generate 这个 Consolidated的 那个Invoice 在这六个 月的时间 如果客户要求你Standard Invoice 你也可以 不需要 出给客户 你可以选择 不 需要 generate Standard Invoice 给客户 只需要在 下个月7号之前 做这个 Consolidated Invoice 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就是那么简单 如果有任何疑问 欢迎你contact我们 谢谢大家